槟城海底隧道计划争议不断 槟州民星团为为此不断地追击该工程的疑点 槟州民星团带团长卢介深 今天提出海底隧道计划 九个不寻常的问题 要求州政府做出合理交代 当中包括为何槟州政府愿意以三块 总值三亿五百万令吉的土地 来支付海底隧道和三条大道的可行性研究 是不是让有心人士借机敛财 槟州民政党青年团带团长卢介深 继续挑起槟州海底隧道工程的争议 他今天召开记者会提出计划中九大不寻常的问题 要求槟州政府做出解释 卢介深指出 槟州政府一共为海底隧道工程 和三条主要大道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支付了Consultium Zenif BUCG 三块总值三亿五百万令吉的土地 而其中两块土地更是在工程还未完成前 就已经交付出去 但对于这些交易 州政府的说法却一直反复变化 一下子说可行性研究不需要支付费用 而州政府和Zenif BUCG的合约 只是关于新建海底隧道 但一下子又说 州政府和Zenif BUCG签署合约 是要进行隧道和大道的可行性研究 整个海底隧道的计划这么多年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人有讲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问州政府是不是从头到尾 根本 其实都没有想要建这个海底隧道 这个海底隧道只是一个工具 拿来让某一些人重重赚钱 卢介生指出整个海底隧道工程 从一开始就出现各种疑点 例如最近Consultium Zenif BUCG才宣布 已经接获指示要暂停可行性研究及工程后 滨州首长林冠英又马上澄清说 不曾指示暂停该工程 卢介生也批评滨州政府 在海底隧道争议上一直含糊其词 让民众无从真正了解该工程 也让人们感到混淆 NTV7 槟城采访报道